大家好 我是學長 歡迎來到學長開箱 那今天要開箱的器材呢 是法式綠牙糊 其實法式綠牙糊問世已經非常久了 但是因為現在手沖的口感和層次感 是非常的有變化性 因此法式綠牙糊就逐漸不是那麼主流的器材 但是呢 時至今日隨著我們豆子的品質越來越好 其實使用法式綠牙糊仍然可以做出很好的風味 如果你是一個每天都不去喝咖啡的上班族的話 學長非常鼓勵你可以使用法式綠牙糊 原因在於是 它其實是最簡單的一個器材 而且你只要使用比較好的豆子的話 就可以非常非常接近精品咖啡的品質了 你就不用花額外的時間去便利商店 或者是咖啡連鎖店購買咖啡 而且你還可以喝到一杯品質更好 而且價錢相對老實說更為划算的一杯好咖啡 那我們今天示範的綠牙糊是由哈利歐生產的 那這一款是學長非常喜愛的一個款式 除了原先的玻璃糊身之外 多了不鏽鋼以及黑色金屬色的造型設計 所以看起來真的是帥氣度非常的高 那它使用起來也蠻好用的 那我們來看一下法式綠牙糊它的結構 其實法式綠牙糊很單純 它就是這個壺生的部分 我們當然把咖啡粉還有熱水的倒進去 然後這個部分就是濾網的部分 粉跟水浸泡時間OK的時候 就把這個濾網蓋上去 然後往下一壓 然後把裡面的咖啡倒出來 我們就完成了萃取的過程 所以是非常的簡單的 但是法式綠牙糊在兩個部分 是學長特別要提醒大家的 第一個部分是關於沖煮的方式 傳統的法式綠牙糊沖煮法 是比較簡單的 可能就是先加咖啡粉 然後加熱水 然後等個四分鐘以後 就把咖啡粉壓下去以後 就完成沖煮 這個方式當然是非常簡單 但是由於它過度簡化的流程 讓你的層次感是沒有那麼好的 所以學長今天會教大家的是一個 比較複雜一點點 但是可以明顯提升風味的一種沖煮法 這第一點 那第二點是什麼呢 就是關於濾網 由於法式綠牙糊使用的濾網 都是金屬濾網 那金屬濾網的特色是什麼呢 它就無論它做得再細膩 它很難跟濾紙的毛細孔一樣細孔 所以你在壓的過程之中 你的細粉多多少少都會浮在你的開放裡面 那你的口感喝起來 就沒有手沖那麼的乾淨 那這也是很多人會覺得不喜歡的地方 但是呢 這其實是可以解決的 但是解決方案呢 並不是挑選哪一家的法式綠牙糊 因為無論你是哪個品牌 然後號稱是一層濾網 還是兩層濾網的法式綠牙糊 基本上都還是會有這個問題 所以呢 我們要用什麼方法來解決呢 就是添加額外的濾紙 讓你的口感可以無限接近手沖的調性 那這兩個問題呢 今天在學長沖煮過程之中 都會一次幫你解決 那目標就是做到有層次 有風味 而且乾淨度很高的法式綠牙糊 那我們在沖煮之前呢 就學長來教大家 如何使用濾紙 來增加法式綠牙糊的乾淨度 我們先把這個濾網的部分拆開 濾網的部分呢 本來就是可以拆的 而且呢建議每一次使用完呢 都還是要拆開來清洗一下 咖啡渣比較不會殘留 OK把它轉開 然後呢中間這一塊呢濾網的部分呢 就是主要用來阻隔咖啡粉的部件 那上面這邊有一個彈簧 這個彈簧的部分呢 是為了讓我的濾網能夠被固定住 咖啡粉不會從外壁滲上來 所以這邊有一個彈簧濾網 那這就是個固定片 利用這三個結構呢 我們再稍微做一點小改造 就可以讓你的風味變得很乾淨 OK這個時候呢我們準備一張02的濾紙 稍微大一點點沒有關係 這是2到4能份用的手沖濾紙 那怎麼使用呢其實非常簡單 就是把我的中間這一塊金屬片 放進濾紙的中間 讓它包覆住 然後呢把這個彈簧片一樣 照剛剛的順序呢固定回去我們的蓋子上 就這樣 當然呢濾紙就會被你穿一個洞 但這個完全沒有關係 然後就一樣把你的固定片固定回去 那我們看到 濾紙呢就會被你固定在 中間這個金屬片的部分 那待會在沖煮的過程之中呢 你往下壓的時候 因為中間有個彈簧 所以你在壓的時候呢 彈簧會把你的濾紙 盡其可能的撐在你的弧壁上面 這樣的細粉呢就會盡其可能的被你過濾掉 那你的口感就會相當的乾淨 好的 那我們就開始我們的沖煮 那我們剛剛只先使用20克的咖啡粉 因為這一個壺呢 小的壺呢可以放300cc的水 大的壺呢可以放600cc的水 所以你就可以用20克的粉 大的壺可以用40克的粉 研磨度呢大概跟手沖差不多 所以像我如果是用平刀的話呢 大概是4左右 那如果你是用小富士鬼齒 或者是你是用小飛馬的話呢 大概是5或4.5左右 不用用到太粗 一般都用比較粗啦 但是我們時間會控制一下 所以不用用到太粗 OK好 20克的粉 直接倒進去 然後我們一樣呢稍微拍一下 讓你的粉層稍微平一點點 然後呢開始準備給水 給水的部分呢其實很簡單 給水的水溫大約使用95度左右 甚至於你用接近滾水 也是沒有關係的齁 因為法式濾壓可能實際上 因為它的浸泡時間蠻長的 它會慢慢降溫 所以你其實不用太擔心 剛開始的水太燙 會讓你的咖啡粉煮傷 其實是還好的齁 95度96度都沒有關係 好那我們準備開始給水 好 那給水的部分呢 大概就給到 這個部分就是300cc 它上面其實是有容量的齁 那給水的訣竅是什麼就是 不要太緊張 慢慢給齁 慢慢給好 然後準備一個湯匙或攪拌棒 你用一般湯匙也可以齁 待會我們要進行攪拌 攪拌的動作 好 準備開始 水不要太大齁 慢慢給 也不用太小啦齁 就順順的就好了 那你也不用太care 反正待會我們還要攪拌 就順順的攪 好 順順的給 讓你咖啡粉呢 都有吃到水就好了 如果你在辦公室不方便 只要飲水機 那也沒關係齁 那也無所謂 就直接慢慢的 不要一口氣給太大就好了 好 一直給到300cc 就自然就好了 不用太複雜 好 好 給它300 然後呢 接下來呢 拿 任何一根湯匙齁 大概攪 攪個10秒左右 你就 然後攪的時候會看到 會有一層金黃色泡泡 會浮在你的表面上 攪個10秒 好 好 等個大概30秒 等個30秒 不要管它沒關係 好 等它的30秒 然後這30秒的過程之中 你會發覺說 你上面的咖啡粉 會慢慢的 剛剛金黃色泡泡一層 對不對 咖啡粉又浮出來了 這時候代表你的咖啡粉 還沒有萃取完畢 所以呢 你還要再進行第二次的萃取 好 準備過了30秒以後 然後進行二角 二角也一樣 攪個5到10下 沒關係 好 二角 大概30秒 然後一樣呢 把金黃色泡泡攪出來 讓你的咖啡粉 會沉在你的 水底下 然後一樣攪個10秒左右 好 然後再等個30秒 再等個30秒 那第三角的部分呢 你就可攪可不攪 如果你第三角攪的話 整體的風味的口感 會厚重一點點 但如果不攪的話呢 尾韻會比較清爽一點點 這都是都可以 好 我還是攪一下 好第三角 好第三角的部分呢 就已經很明顯看到 不會像 剛剛二角的時候呢 有很多的咖啡粉 浮在表面上 大部分的咖啡粉 都已經被我們推下去了 所以呢 這代表說 我們萃取的狀態 就比較正常 好 那大概這樣子做完 整體過程 加給水 加攪拌的時間 大概是2分多鐘 然後呢 就可以把我們剛剛的這個 做好 加了濾紙的濾網呢 好 就放下去 好 我們先把它拿下來 OK 拿下去的時候 壓的時候呢 要先讓濾紙進到我們的 杯子裡面 再把蓋子蓋上去 好 你會發覺說 你壓起來的難度呢 會變得很高 為什麼呢 因為多了一層濾紙以後呢 整體的 抗足呢 就變得很強 因為剛剛有彈簧嘛 對不對 彈簧會把整個濾紙呢 往 杯壁的外側推緊 所以你會發覺說 你壓下去的緊度呢 變得很緊 但這是好事 代表說 大部分的咖啡粉 都被你推下去了 而這時候呢 就輕輕慢慢的往下壓 花個30秒左右的時間 不要一口氣壓 這樣子可以有效的 讓你的咖啡的液體的細本 被你過濾過去 所以這樣子喝起來會好很多 好 一直壓到底 大概30秒左右 也沒有很緊 就是會比較緊一點點 好 然後就慢慢的壓到底以後 好 就這樣完成了 OK 好 然後最後呢 就把萃取好的咖啡呢 倒出來 這樣呢 我們就完成了我們的萃取了 那我們來試喝一下 其實乾淨度真的已經非常接近手沖了 經過了這樣的 多了一個濾質的過濾的過程 它的乾淨度已經非常非常接近手沖了 而且呢 因為我們攪拌的方式呢 相對來說呢 是攪拌蠻多次的 這樣子 你整體的層次感呢 會遠比你單純的泡在裡面 要來得好上很多 所以你也可以藉由你攪拌的力道 跟方式 跟次數的多廣 來調整整體的風味 但其實這樣喝起來 就已經很能夠凸顯 咖啡粉的 就已經很能凸顯咖啡豆本身的優缺點了 你使用比較好的咖啡豆 同時呢 法式綠亞湖使用上 稍微有一點點技巧 就算是使用法式綠亞湖 你也可以做出相當好喝的咖啡囉 好那我們之後再來看一下 法式綠亞湖過濾的效果好不好 好 把濾紙的部分 推出來給大家看一下 好 好 好我們可以看到很清楚的部分對不對 這種大型的咖啡渣廊 本來就用在金屬濾網部分 就會被擋住是沒有問題 但是你看邊邊這些濾紙的邊邊 還有這個中間的部分 就是一定要濾紙才能把這個比較細的部分 擋掉 好 所以這個就是多加一層濾紙以後的整體效果 當然如果你要用小片的濾紙的話 它就 沒辦法完全包覆你的金屬濾網 這樣你的效果就會比較長 你可以把它轉開給大家看一下 OK好 轉開來 好可以看到 整體 好那我們在清潔 那我們在清潔的時候 就是把它轉開以後呢 把整片金屬濾網 把整片濾紙呢 打開以後金屬濾網 好整片濾網拿去丟掉 好我們的金屬濾網 就可以維持乾淨 這樣子 而且你這樣子 還可以讓你金屬濾網 比較不容易卡油垢 要般的話 金屬濾網 使用久了 多多少少還是會有 細粉跟油垢卡在上面 清潔起來是比較麻煩的 但是只要多了一個濾紙 基本上可以解決非常多的問題 而且你的口感會好很多 OK 好那就是今天學長 對於法式濾壓服的充足的示範 如果各位喜歡的話呢 也可以在底下留言 或是分享給你的朋友 好那我們學長開箱的單元 我們下次見 掰掰